我過去在這個賴清德 擔任競選總部發言的時候 我有一天我在競選總部 結果有人打過來 志工打過來說 有三位新加坡的記者 說要做採訪 要做節目 問有沒有興趣 我說新加坡記者去了解看看 我走下去 結果結果他不跟我換名片 我說奇怪 你為什麼不跟我換名片 節目名字是什麼 也不跟我說 你是什麼電視台 也不跟我說 結果後來呢 後來逼不得已 他約找了一個台灣人 幫他喬一些事情 所以問他說你到底是誰 各位當節目說 其實我們是新華社做節目的 新華社做節目 我說陸委會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敢說 全部走掉 不是 因為他新華社 他為什麼要假裝新加坡 不是 他們是新那坡人 新加坡人 但是幫新華社做事情 後來真的就打給 我請同事打給陸委會 問他們什麼有沒有申請 有申請就算了 也沒有申請 所以他們確實是違反 他們的簽證目的 來到我們的競選總部 然後不知道在看什麼東西 所以你大家要知道說 這個不是他的幻想 這個不是只有出現在 報章雜誌上的白紙黑字 這個是真實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中國派遣 他們的官方記者 在台灣探索各種的資訊 之前2020年 是不是就有發生過一次了 當時是被爆發說 中國有一個叫什麼 東南衛視 在這邊錄一個什麼 兩岸新幹線的節目 後來是被查出來 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立法院 還說什麼 誰說這是違法的 為什麼這個陸委會 會說這謙證不符 為什麼可以把他們驅趕出境 他到底犯什麼錯的事情 這是國民黨的答覆 所以大家知道說 國民黨的心態 不是只有陳韻臻 今天這樣 是四年前遇到類似的案子 就已經態度非常明顯了 而且我忍不住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自己看到這件事情 我馬上想到香港 因為新華社在香港的地位 非常特殊 有期香港回歸 新華社那一位社長 直接轉任第一任中聯辦主任 所以你以為新華社 只是一個新聞機構嗎 那不是普通的媒體喔 它根本不是媒體嘛 國安單位了 講這個更白話 新華社是國台辦指揮的動的嗎 對不起 國台辦無法指揮新華社 不夠了還要再更上面 新華社是直屬 直立於中宣部 他跟央視的地位 是平起平坐的 你以為國台辦 能夠指揮新華社 不可能啊 我覺得國台辦 只能指揮副軍旗 好像誰都指揮不了 搞不好 陳韻臻也會接到電話 然後你知道他們說 那時候九七回歸前 中共有多少佈置 所有香港裡面中間偏左 但是他又不是真正左派報紙 他怎麼處理 全部找東南亞的華僑 都是頂級的企業集團 把這些報紙跟週刊 全部買掉 全部買掉 所有你那個時候知道的 你想得到的 全部被東南亞的華僑買掉 那些華僑為什麼要買 因為當時在中國全部有經濟利益 而且是巨大的經濟利益 所以我在看到 居然有新華社 新華社駐台記者 可以進到攝影棚裡面 我的天啊 他會有這一個例子 就會有下一個例子 只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新華社的人會走進來 那這次是新華社 下一次可別是央視 你到時候你怎麼辦 你在看節目 不管它是網路節目 還是電視台製作的節目 你以為是台灣人自己做的 你個人不知道後面有一個導演 連腳本劇本都寫好 你不可能偏離那個主題 所以這個事情在匪夷所思 那宜翔 剛剛講這個新華社的部分 你自己有跟一些媒體交流的經驗 你有發現有人是 有 中國記者 可是他假裝他不是中國記者 來跟你做採訪的 對 我有 我先講一下 這個美國2020年國務院 就已經把新華社認定成外國機構 也就是說他不是媒體機構 當時他要求他就是比照 其他國家大使館一樣 你去接觸誰 做什麼遊說工作 你全部都要去揭露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直屬的指揮鏈 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 就是共產黨 所以你不是一個獨立媒體 所以大家要秉持這概念 就是國際已經認證 新華社不是媒體了 新華社就是共產黨的一個 附屬機關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剛其實郭亞姐提到 我過去在賴清德 擔任競選總部發言的時候 我有一天 我在競選總部 就我們那時候一樓競選總部 都在開放 結果有人打過來 志工打過來說 有三位新加坡的記者 說要做採訪 要做節目 問有沒有興趣 我說新加坡記者去了解看看 我走下去 結果結果他不跟我換名片 我說奇怪你為什麼不跟我換名片 節目名字是什麼也不跟我說 你是什麼電視台也不跟我說 結果後來逼不得已 他又找了一個台灣人幫他喬一些事情 所以問他說我們到底是誰 各位當節目說 其實我們是新華社做節目的 新華社做節目 我說陸委會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敢說 全部走掉 所以聽到說有官方要來 不是他新華社他為什麼要假裝新加坡 他們是新加坡人 他們是新加坡人 但是在幫新華社做事情 所以後來全部人就這樣走掉 所以你知道嗎 中國在台灣的滲透 那他到底有沒有問題 沒有 他沒有問到問題 因為我先了解他誰的時候 他們就走掉 他把陸委會搬出來 他們就逃走了 因為他驅逐出境 因為正常來講一定會換名片 所以我跟你說 我後來真的就打給 我請同事打給陸委會 問他們什麼有沒有申請 有申請就算了 也沒有申請 所以他們確實是違反他們的簽證目的 來到我們的競選總部 然後不知道在看什麼東西 所以你大家要知道說 這個不是他的幻想 這個不是只有出現在 報章雜誌上的白紙黑字 這個是真實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中國派遣他們的官方記者 在台灣探索各種的資訊 那我要跟大家說 你說國民黨有沒有反對 之前二零二零年 是不是就有發生過一次了 當時是被爆發說 中國有一個叫什麼東南衛視 在這邊錄一個什麼 兩岸新幹線的節目 對不對 這個後來是被查出來 我跟你說 當時中國國民黨的立法院 還說什麼 誰說這是違法的 為什麼這個陸委會會說 簽證不符 為什麼可以把他們驅趕出境 他到底犯什麼錯的事情 這是國民黨的答覆 國民黨不是說 這個是嚴重的國安問題 國民黨不是說 我們應該遏止中國非法 在台灣錄製節目 而是說 為什麼你可以把他驅趕出境 所以大家知道說 國民黨的心態 不是只有陳韻臻今天這樣 是四年前遇到類似的案子 就已經態度非常明顯了 但我要講一次 這一次這個案子的本身 其實趙伯這件事情 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這個整個據悉尼 是非常清楚的 包括他參與腳本 包括他在節目當場的觀察 包括他在喬來賓要說什麼 要打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是我們去揭露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 這是實際上 真的有接觸到 趙伯這個人的人 去揭露出去的 因為只有他全程能知道說 他腳本也在動手 來賓說什麼也在動手 等等等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沒有被受邀請到這些節目 我們都沒有 在場的都沒有 但是顯然是有人有 才會掌握這一切 連名字都有 所以說這件事情 自由時報報這件事情 有沒有他的本 一定是有 對不對 不是亂說 但是我最後講一件事情是這樣 我自己 我從來沒有出現在說 有中國記者在的節目上 但是我曾經確實 有某某家新聞打給我 邀請我去上政論節目 結果這個邀請我的人 也是捲身 我不要直接說他是中國人 但我覺得他應該就是中國人 一個女生 邀請我 而且是非常重的捲身口音 問我說 要不要上這個政論節目 那個政論節目是哪個類型的 就是說因為你來上我們節目 我們覺得很自然 你剛剛在顯然 你覺得沒有那麼自然 情況下是什麼樣的政論節目 政治的 就是講政治 就批判政府的 就他講的內容 不但是不是台灣的電視台的 是台灣電視台 但我的意思是說在規劃這個 至少來賓邀訪的部分 是一個我認為是中國人 不是台灣人 所以我就說這種事情 已經活活生生 在我們的社會當中發生了 大家還假裝聽不見看不見 所以我希望國民黨 不要像陳雲生這樣子 去叫囂 應該是認真坐下來 討論說要如何反反 這種事情發生 才能避免紅色的媒體 勢力持續深入我們的媒體圈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我覺得我們需要更多的 了解那個元素 還是說是中國的學生 或者是中國嚮往台灣的 我們不曉得 所以我先不做一些假設計劃 也有可能是中配 不一定 我覺得不太是 我不太是 就先不預設立場 但是因為我覺得 這一篇寫完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說 節目進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覺得我們這裡 家凱最有資格來評論說 節目的進行是怎麼樣 因為他說話 有一些吉他的目的感覺 比較功德 那我們想 他說這個節目過程間 節目的腳本 到標題 以及內容到底有沒有如實的照 媒體 今天我們節目單位邀請你們來 我們要求你要照 我們告訴你的去講 我們是這樣進行的嗎 絕對沒有 如果有的話 五月不會消失一個月 我說實在 出生之徒不會胡 但我出生之徒 我接的通告也不多 但必須說實在 我常常常出現在本台的節目 所以我覺得自由度蠻大的 但我們自己知道中心思想 該講哪些可以講 不該講哪些 所以我覺得 我至少我目前上的節目 沒有遇到說要限制我的發言 但是我知道我的立場 我可以講到哪邊 我就講到多少 這樣子點到為止就好 講超過都是你自己 都不是我們護行的 講超過就是自我懲罰一個月 你明明可以不用懲罰 是你 貴啊 你連run down 基本題剛剛都沒有放在桌上 我沒有給你嗎 我沒有 空空的 我跟你講 我沒有 這時候有自己的新聞 這個是我們對你 這個值得稱道 這表示我們都可以自由發揮 對 我們是 然後我要自備 自備今天的自由使道 完全沒有掌控 本節目應該是所有 政政節目裡面最fee的 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們到底是要檢討呢 還是說我們維持 我覺得這是光榮 這是光榮